我听说你家庭条件不错 是个富二代 我爸爸富 我不富 你觉得你爸爸有钱还是他们有钱 那肯定是他们 为什么呢 他们是总裁 你爸爸是董事长 董事长是管总裁的 我们都要向你爸爸汇报工作的 比我们官邮大 这方面的知识都不太懂 董事长大还是总裁大你不知道 我不太清楚 你不太清楚 你要求职的是总经理助理 对 那你要搞不清楚一个公司 是董事长大还是总经理大 我就真不知道 包括每个部门 他需要哪些部门 然后经理跟那些下面 很多的这种 比较公司型的这种系统 你为什么没有想到 去自己父亲的公司去历练一下 我在里面历练 就是因为在里面历练了以后 我才会比较模糊这个概念 我爸爸是老板董事长方向的 我们下面有几个经理 但是经理被开掉以后 我去帮助家里面 去把这个东西运营起来 你们家企业有多大 大概 60人左右的员工 60人左右 对 你为什么不留在自己家的企业里面 那不是我喜欢的事情 我有我的一个职业规划 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就是做一个 在营销和推广方面 营销和推广方面 对 我不擅长去跟 这种公司的运作型的这种 我感觉我在做的时候 目前这个年龄还不适合 而且我爸爸公司也很重要 我不希望因为我的经验不足 导致一些东西会 你不害他你来害别人 不不不 我觉得我可以成长 可以成长 然后我爸爸对我太着急了 你爹知道你到这来吗 他知道 你觉得他会高兴还是不高兴 一定会有一些伤心在里面 毕竟我是离开他去做一些事情 那你安慰一下他吧 爸爸我知道你对我的期望很多 但是也找一找自己的梦想 找一找我规划了那么久的一些方向 你之前说支持我的时候很开心 但是我忘了回了你一句 我很爱你 我一直都没有说这个话 但是我心里一直想的是这个 我特别爱你 我希望你支持我 谢谢 你要求的最低薪金不低于多少 不低于五千 有地域的限制吗 我希望是在浙江发展 跟在哪 爸爸妈妈在哪里 我希望能陪到他们 那别的地方还考不考虑吗 考虑就是在北京的这个地方的话 我希望是短暂的 长期的一个规划可以跳到那边去 来第一轮选择去活流 天生我有才 我准备了一个PPT 这边 是关于那个PPGO校园代理时间板块的一个测化案 我的理解是 它是通过微信的上面有一个叫代理板块 PPGO代理和那个大学生的关系 是通过比赛和宣传 找到很多大学生知道这个平台参与到里面 目前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的吗 非常准确 那下一页 谢谢 在大学生方面的话 他看到这个平台第一反应一定是钱 非常直接 而且不是大钱 但是目前我去了解的一些论坛 这个方面是有些缺失的 那如果培训不到位的话 他这个资源是浪费的 总结就是优秀的微商 来培养顶级的代理 顶级的代理成就超级的微商 然后大学生可以给微商团队 带来海量的一个销售人才 和增加成交量 所以这个互相是互相吸引的 质量保证了之后 这些所有的东西才会有前提 你在这里面一个大学生赚了100万 那之后就会有好多个 想要成为100万的人去 到你这个平台里面去 一旦产生零物标杆的时候 这种推广就是自然而然的产生的 不需要去通过大量的广告去集合 那我认为在这里面 我优化的市场问题 大学生代理方面一个品类多 第二个可以学习到针对性的 微商销售技巧的培训 在这个平台带来的一些市场的优化 就是强大的现金池 如果说PPT的演示过程当中 整个没有一个打断 你到了公司有利用过这种 微商渠道的资源来做 他自己的产品的推广吗 在12月份的时候测试过一次 但是当时断掉了 你本人有过这方面的从业经验吗 有我的经验上面 就在大三的时候 在一个运营的项目里面 我准备了那个东西 是我的个人资料 然后上面有我做项目的一些图片 能分给你们看 难道我发现我知道顺序 每个人货的材料是不一样的 用一点时间 快去 朱老师是您的 是每个人拿到信息都一样的吗 是 我写了名字 你好 这是我的个人 你好 我的天哪 你说短头发真难看 你好 这是我的个人资料 我这里怎么没有她的照片 一个有准备的姑娘 太棒了 真的加厉 我先不说材料 是这样的 您手上拿到如果是白色杠的话 是我的那个异象企业 黄色杠的话 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那个企业家 然后绿色杠的话 是我目前不太了解 但是通过资料查询 也是非常优秀的 先说一下 你的异象企业是什么颜色 白色 拿到白色的请举起手 三家 三家 为什么用白色杠来定义为异象企业 它是让我觉得最干净 最接近职场状态的这种颜色 然后最喜欢的企业家是什么颜色 是黄色 黄色的举起手 一位 两位 三位 其他的都是不太了解的 相对不太了解 我就是红色的 因为你是我最喜欢的 是吧 我很高兴啊 看土磊笑的 土磊今天笑的是最真诚的 其实我平时不太喜欢红色 但我今天挺嫉妒红色的 他所有人都没有表态 他就是所有的这个按部就班 不光是准备的很充分 而且让人感觉很有特别舒服 让所有人都非常舒服 我一度在怀疑 你是不是已经打入我们公司内部了 我只是通过百度和一些能送走到的信息去了解的 因为你的抛析很有可能比我们现在内部员工抛析得要深刻 谢谢 所以呢 这证明了你的洞察力 因为我们在外部资料的时候 其实没有说这么透彻的 这第一点你有洞察力 第二个其实我特别感兴趣的 就是说你做这个调查 你做了多长时间总结了这条资料 五天前我来到北京 知道自己能参加节目到现在 就是五天之内 你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商业调查 并且用你的逻辑板子做出来的 我还做了很多别的调查 然后觉得你的项目是我最熟悉和可以入手的 然后就做了什么PPT 你把你受到的最大的挫折 能不能分享给我们 然后你是如何克服的 首先我想说一下 我的家境不错 我老挂嘴边的是我爸爸付 我不付 它是有原因的 就是我高中之前都是生活费 在同学之间是最低的 在大学我四年租房 买过电瓶车 然后旅过很多地方的油 而且我养宠物 所有的花销都是高于大学生的两到三倍 但是都是我自己挣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爸爸妈妈会给我的基础生活费 我不会去拒绝 这是一种爱的传递 但在更多的一些需求的话 我都是自己去通过努力的 所以没有特别顺 他好会说坏 爸爸妈妈给的基本生活费 我不会拒绝 那是爱的传递 我也想要更多爱的传递 他的情商是特别高的 但是他聊的每一句话 我说的每一句话 让人舒服 而且我特别奇怪 其实如果在一个小的文具店 要买到每个颜色都有的格 不一定买得到 因为老板被我气死了 你应该是走了几家吧 不 他那一家都有 但是绿色没有这么多 然后我非得要绿色 让他去仓库里面帮我找出 你为什么这么较真呢 因为我在设计这些东西 是我要传达的 我的一些设计想法 他对治疗非常有要求的 第二轮选择 如果我们所有的灯都全留的话 每个人准备一千元的大红包 而且到目前为止 这个红包还没有发出来过 我个人认为 他具备这样的优秀前置 谢谢杜老师 第二轮选择虚果流 你说一下 你为什么没灯的理由 恨死你了 对 有三个理由 我没法留你 第一是你的第一选择 你过于完美 让他说完 对 第三个问题是 就是说目前 就是你的所有的选择意向 跟我的影视产业 跟我的电影行业 我没有就是说 符合你发展方向的 所以说特别抱歉 但你无疑是很优秀的 你是个坏蛋 绝对你三点理由多不充分 第二点特别牵强 不是 这三点 偶尔可以一下子被打垮了 我跟你说 人家算是轻轻轻地写 前期工作可在北京 简历上就写了 是因为我是每一个人 我是按照我的规则 来面试 我是真正的去做 所以我说啊 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说 你面试的是你的权利 但我一个男人的身份来说 你是个坏蛋 但是得不到了 心里难受 来 我们来听一下 大家推荐的职位 来 从那个光头鼠鼠开始 小小小我记一下 那您说 你看他还列了个表 准备在这一轮 记大家推荐的职位 来 第一个就是韩谷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你 给我这个带着黄色的 那就废话扫说 赶快说 是我们的项目总监的助理 谢谢 我给你的职位是董事长助理 就是我的助理 谢谢您 我也很愿意你长期在我身边 所以我肯定给你 我们总裁办的管理陪训生 所以未来输出方向 是上海地区的 品牌方向的高级经理 谢谢您 建峰 我给你的职位呢 就是我的助理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尹峰 全国研发中心的 项目负责人助理 我觉得你可以跟着 更牛的人在一起 找找自己的缝隙 让自己有更多成长的空间 好 谢谢您 中勋 我觉得你可以作为 我们这个项目负责人的 总经理助理 谢谢孙总 余靖 麦克希的招聘 是要过五关 斩六将的 项目负责人的职位的话 你只能算是过了第一关 所以呢 我只能说 我给你的是我私人的助理 特别的助理 好 谢谢您 那个主持人 我申请一下 我站起来表达一下 我给你一个特权 你可以站在凳子上 我以为你说 让他跪着呢 因为 你对我来说 不是一个求职者 更像一个拍档的感觉 我对你 已经无法用喜欢来表达了 真的 谢谢您的认可 就是喜欢 比喜欢再高一个档次 叫爱慕 比爱慕再高一个档次 叫崇拜 真的是有一点崇拜 因为 所以为什么要站起来表达 我希望我是跟你平等的 就是PVGO这个事情 你一定是研究得很深刻了 所以呢 我愿意给你 我的助理 董事长助理 我们一起来打造这个 PVGO项目 而且 半年之内 只要单满半年 我们就发放一次股权 我希望的是和你共同 成为趴档 恭喜你 你的煽情手段已经成功了 嗯 他快哭了已经 请坐吧 真的 我特别特别的 喜欢你 特别特别 喜欢你家里 杰丽你好 我给到你的岗位 是这家公司的总裁助理 来 沿路 我看看沿路出什么招 沿路向来是素朴的个性 对对对 我今天想给你讲一个 关于我的提案 我这个提案的标题叫做 不要浪费你的天赋 OK 如果你单纯去卖一个东西 或一个物件 我觉得太浪费你的天赋了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一个灵魂的搭配 那赖娱乐是做什么 我是做电影的 你完完全全就可以构筑一个灵魂的作品 我也不用去喜欢你 爱慕你 其实我是羡慕你 我是羡慕你在93年出生的这个日子 20多岁就有这样的才华和这样的表述 原来真正会说话的在这 这叫高手 不显山不漏水 爱表达的无痕无忌 谢谢你 多关注我 好 作为沿路后面的发言者 张扬你很有压力 我压力非常大 首先我也是拿到绿色 虽然我不占优势 但我要说两句 那我给你三个岗位 去选择 第一个是做我的助理 第二个可以做我们上海总经理的助理 那么第三个呢 是我们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人人推的CEO助理 那么人人推的CEO呢 就是我在这个台上招到的 1993年出生的刘新辉 谢谢您 这个 信息量太大了 年纪轻轻 得到这么多的赞誉 和这么诱惑力的岗位 确实难以选择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好 接下来就在选择当中提现你的智慧 这种智慧才是最高的智慧 好吗 没有选择就没有痛苦 考虑一下 去吧 不伤感情 结下你们的薪酬 你是有多冷啊 是家有身体让我把它收拾一下的 现在已经是这种阵线联盟的PK了 让我们期待一下你们的薪酬吧 请接脚 一万加 一万加 谢谢你们 都是一万加 太没意思了 不是 我改了 一万 好 一万一 刘家勇 别让我瞧不起你 气拳 主要看气拳 我提醒你 一万多都无所谓了 我绝对不会再长了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会陷入一种 另一种恶性循环 会对你到我公司也不利了 说实话只是谈的更高 所有公司人对你的期望就越高 刘家勇 恭喜你成长了 你有问题要问吗 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刚说的是您的个人助理 那未来的话 大概多久会实现转岗 然后会去做什么样方向的事情 很有可能半年 你就能独当一面 做一个部门负责人 我说实话 PPGO这件事情是一个特别有情怀的一件事情 是为现在的大学生就业创业 解决梦想的事情 从前上我不想再多谈了 但是如果我们能共同把这个事业打造成功 将是你我最大的幸福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15秒钟 这是PPGO 去吧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